我們現在要來測驗一個東西 就是我吃回頭草的指數有多高 來 文妮老師 我們要請文妮老師幫我們測試一下 好 我今天帶來一個 就是藕斷絲連指數 也就是說 如果當你要分手時 你要穿一件衣服 你最想要穿的是哪一種顏色的衣服 這個是測驗 吃回頭草的指數有多高 我們要來選一下 來 你們看一下 總共有五種顏色 妳會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出席分手的場合 我們一個人來選 還有這種場合 晨熙妳會選哪一件 我會選五號 五號 白色就觸她眉頭 這也不是 就是想要回歸一切變成白紙一樣 OK 來 再回我零點 我也是五號 我純粹就是衣櫃裡面都白衣服 也沒得挑 OK 來 曉欣 我換應該三號吧 因為我深色的衣服比較多其實 也是屬於處她眉頭系列 對 勇泰 應該是三號吧 三號 對 黑色的感覺比較可以忘記任何一件 對 來 宇萱 我會選四號 綠色很難找 讓她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 就不會想跟我藕斷思慮 OK 太好了 我會選紅色 我覺得當作扮喜事 我也選紅色 紅色必嫌 真的 因為她可能是鬼 所以妳要不要 也對 我們請Windy老師來解釋 我們先從比較少2號 2號是什麼狀況 2號的話是藍色 藍色其實能在 對 它代表的就是一種 理性和感性的結合這樣子 我們都不理性也不感性 這種文化其實是最懷念過去的 所以如果有適當的機會 她真的很容易就關心則亂 她就會踏過那條界線這樣子 所以這種的話 我們都偏向所謂現實的大腦 這樣會依照現實的環境 來改變妳的行為 所以這個四會一頭討的機率是 一半 50% 來 我們來看看4號 這個是 宇萱 宇萱 好 想要給對方戴綠帽 會不會反而自己戴綠帽呢 所以其實有時候意識和潛意識 是有差別的 這樣子 好高 這邊來講 他智慧偷吵的 對 他智慧偷吵 就是說他是心如直准 因為綠色是代表我重生了 一個欣欣向然的這樣子 所以一般的話會選擇綠色 來跟你的前任做最後一次告別 代表要準備出家了 我要淡定 淡定的一種大腦這樣子 難怪她可以跟前任和平相處 來 我們來看看白色衣服的5號 妮瑄和智慧選擇乳號代表的 白色一定就是一種純潔的 回頭炒機率高達70% 很高 智慧 那恭喜妳跟大飛要復合了 我覺得我沒有一定就是說 兩個人分手之後 就不可能在一起 你看 對 因為白色的話就是要 重新回到那種夢幻的 孩子的那種時代 所以相對來講 如果很恰當的話 她很容易就原諒對方而回去了 高達70%算不高的 來 黑衣服 要給對方覆眉頭的 潮心還有勇泰 勇泰 代表的是什麼呢 代表勇泰只剩下一張嘴 這樣子 黑色 黑色其實是一種很低調 一種自我保護的顏色 我應該要保護自己 一般來講 黑色的話 我們就是黑白分明 要有一個界線 所以其實如果選黑色的話 通常一般的話也是決定了 我想要跟她那條界線要拉清楚 但是勇泰她可能還在青春期 所以她那個賀爾蒙 常常會飆出來這樣子 就變成了一種工具 她OK 因為她還在青春期 對象也多 優惑也多 然後這邊去 勇泰幾歲 吃個飯就可以認識 23 23 以男生來講 對 以男生來講還沒過 因為25才過 就是女生 23還是小孩 這個年紀 未來的草都吃 不然還吃到回頭的去 對啊 未來的草很多 對啊 然後最後 看我跟玉琳哥 我跟Malady選擇紅衣服 為了避邪 為了避邪 回頭草的機率 多少呢 紅布 其實你要知道 99人 你說 性感 魅惑 主動 勾引前人 絕對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Oh my God 一般來講 紅色就是一種血脈噴張 你看我的題目是說 在分手場合 所以那種的分手 可能會覺得 對 場合這樣子 那代表血脈噴張 它這種話 其實性是 它生活的一種主宰 Oh my God 很老 有時候你可能是主動 有時候你自然那種感覺 會讓人家來主動黏過去 所以自然而然 那機會就多 所以一般來講 萬一真的要想要分手 千萬不要穿紅色 因為紅色是一種性的暗示 我以為是避邪 我以為 不過扪心自問 當然我們不敢去行動 因為我們也是有禮教的約束 禮教的約束 可是午夜夢迴 我們內心深處 有沒有曾經起過這個念頭 其實是有 我也不要騙自己 我沒有 我有 你應該很準 大家都不要忘記 你是人家的前任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曾經有另外一個前任 或是是別人的前任 但是我們要學會怎麼好好的說再見 好聚好善是最重要的 你要祝福對方 然後不要當一個放不下的前任 沒錯 我倒覺得今天聊下來 好像以軒的觀念是比較正確的 以軒 我正確嗎 我很正確吧 你還會讓人家來你家住 那他是不是都是單身狀況也行 對啦 就是大家還是彼此還是 看不同的狀況 對 要因人而異 每個人的狀況跟 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複合了 對 也有可能 像玉琳哥就是複合一直複合 對 但是前進一下不要傷害別人 對 不要傷害別人 對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